据外交部网站消息 2020年3月10日 古委员兼外长王毅 应约同意大利外长迪马约通电话 迪马约介绍了意大利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感谢中方给予的慰问和支持 认为这充分体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好 迪马约表示 当前意大利疫情形势十分严峻 以政府正密切关注和学习 中方抗疫的成功经验 采取有利举措 阻止疫情过散 一方面临医疗物资和设备短缺的困难 希望中方帮助解决燃眉至极 屡意华人华侨在抗疫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方将继续全力照顾好他们的健康和安全 王毅表示 作为意大利的好朋友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中方充分理解一方面对的挑战 再次向一方表达慰问和支持 疫情无国界是人类的共同敌人 需要国际社会团结应对 中方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既要全力保障中国人民的健康安全 也要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事业做出贡献 日前 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 用于抗击疫情国际合作 也正在向疫情严重或医疗条件薄弱的国家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王毅还说道 我们不会忘记 在中国抗击疫情最困难的时候 意大利给予了中方宝贵支持 现在 我们也愿意和意大利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 虽然目前中方自身对医疗物资还有较大需求 但我们将克服困难 向一方提供口罩等医疗物资援助 加大力度 向以出口急需的物资和设备 如一方需要 中方也愿意派出医疗小组 赋议协助抗疫 中国同意大利的友好省市和一些企业 也将向一方提供支持和帮助 我相信 在共同抗疫的斗争中 两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深化 两国人民的友谊将得到进一步升华 感谢一方高度重视 履意中国公民的健康和安全 希望一方继续向他们提供 必要支持和协助 我们一定能够携手 最终战胜疫情